吕芳瑞·叶青,从1998年6月起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在若干各亚洲国家的代表处。 当2003年9月被投资银行高盛集团,替身为亚太经济研究界务部门执行主任,梁洪始终策重于研究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动。 之后按照有关说法,梁洪希望转投资本市场和高盛管理层产生一届分歧,导致其离职高盛,2008年梁洪加入中金公司,作为首席经济学家负责中金公司的资本市场研究。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,梁洪专注于数据研究,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既搞宏观经济研究,又是关注市场的经济学家。 梁洪自认为的看家本领事预测,他在一次公开活动上,对此进行解释,建立自己的学术口碑,但是在市场上,你要不断提出有前瞻性的观点才有价值。 他还补充道,前瞻性的供点,不一定是不会出错的供点,但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供点。 在技嘉盲中金公司前的2007年,A股市场刚刚经历了一波昂扬的牛市。 2008年凯年,市场仍沉浸在乐观的氛围当中,不乏有投资者期待已经占上6000点的上证指数,进一步冲击8000点。 当时仍在高盛的梁洪提前嗅到了股市下行的讯息。 2008年初,高盛发布的《中国经济研究记刊》中,囊括了梁洪署名的《2008年一史时的思考》。 文章指出,2007年11月以来,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,和中国宏观调控力度加大,已经导致中国相关资产价格的险助回落。 这两个因素还有可能产生持续的下行压力。 梁洪认为,2008年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,是通胀情况和政策变动,其中货币政策收紧将导致通胀放缓。 另外,美国经济疲软,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。 2008年的A股走势引证了其主要观点,上证指数掉落6000点,并一度下探1600点。 四轮准确预测后的A股市场,之后几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幅行情,维持在一个较小范围的浮动区间。 2013年底,已经身在中金公司的梁洪,发布了两篇言报,其为2014年中国股市能否开始跑赢其他主要市场。 互生两市大盘指数收益几乎年年为负,但上市公司盈利每年都实现正增长。 因此,两市上市公司估值将至历史低点。 梁洪认为,在上市公司盈利两位数增长的推动下,2014年中国股市的绝对收益有往转为正值。 三个未来可能出现的积极变化,将推动宏观经济向好。 包括2009年中国信贷膨胀后,货币政策一直偏紧,未来有释放流动性的可能。 政策重点将致力于推动深层次的改革与开放,上市公司运作更加规范,国企改革释放出更多红利。 另一篇题为,为什么2014年中国股市存在伤心风险,而美国、日本和欧盲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复苏之时,中国出口有望搭上旋风车,消费层面。 反复畅联导致公款消费大幅降低的前提下,2013年的零售增速仍然突破13%,这说明内需强劲。 因此,2014年消费同比增速有望实现攀升,投资层面,私人投资有望加快增长。 2013年1到9月份,全国规模以上,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达到13.5%,愿高于上年,且环比增长趋势扩大。 梁虎推断,未来几年中国将发生几大变革,包括承销户籍制度变化,进而缩小承销收入差距,和国企推进市场化改革。 他进一步指出,蓝筹国企成为价值投资,甚至成长投资的理想标的,对于当时市场普遍担忧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风险。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,及银行业自身的盈利增长,可以化解不良贷款危机。 2014年的A股虽然没有实现2007年的大行情,但也却如他预测般实现上涨,重新占上3000点,并在2015年进一步上探5000点。 市场惊异于梁红的预测能力,但相比其丈夫周琪仁先又公开露面。 经常出席活动并发言的梁红,已曾年一些公典遭到质疑。 2007年7月的央视节目上,梁红表示人民并升值百利而无遗憾。 身为企业家的立班集团创始人尹明善,则认为人民并升值会对中小企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 并补充到,经济学家应该被宣移人,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